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的侯亚如 我是一名五岁孩子的妈妈,也是一名重罪条件的检察官 在工作中,我对孩子的事总会特别关注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孩子的故事 2022年春节前夕 我正在提审一个普通的贩卖毒品案件 当我问犯罪嫌疑人刘云毒品的来源时 刘云说,是从我的好朋友樊晓丽那儿买来的 樊晓丽,这个名字我很熟悉 就在一个月前,她涉嫌贩卖毒品的案件,还是我办理的 提审时,她40多岁,肚子很大,临近生产 她是以贩养兮,怀着孩子还在不停吸毒 考虑到她在哺乳期,我便让公安机关为她办理了取保候赏 周五十二点,我又接到电话 民警问我,如果没有出身证明,该用什么手续来证明她在哺乳期 孩子已经出生,为什么没有出身证明 樊晓丽告诉民警 生孩子时,她没有钱 借用了朋友黄鲜美的医保卡 在宿签市四阳县生的孩子 生育时的就诊记录等一系列资料登记的都是黄鲜美的名字 出身证暂时办不了 挂断电话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总是不太踏实 突然一个念头从心里冒出来 樊晓丽会不会把孩子卖给了这个黄鲜美 所以才用黄鲜美的医保卡住院 我们通知樊晓丽,立刻将孩子抱来做DNA鉴定 樊晓丽却告诉我们 孩子被爸爸抱到乡下去了 还在坐月子,孩子就被抱走了 这个消失的婴儿到底去了哪里? 即便是一个借用医保卡的误会 我也要确认这个孩子的安全 时间就是生命 耽误疫苗买卖双方很有可能串供 我们就再也找不到这个孩子 我和明镜即刻出发前往四阳 晚上七点多 我们到达四阳县健康医院 经主治医生现场辨认 生孩子的是樊晓丽 但给孩子办理出身证明的是黄鲜美 10分钟后 我们和医生一起以产后检查的名义 前往黄鲜美家 就在房门打开的瞬间 明镜迅速上前控制住黄鲜美 我和医生则冲进卧室 床上正躺着一个熟睡的小婴儿 讯问中黄鲜美坚称孩子是从亲戚家 抱养的 其丈夫张大雷 却告诉明镜 孩子是他们花了五万元 从樊晓丽那里买来的 为了顺利上户口 便使用黄鲜美的医保卡 冒名顶替 办理出身证 孩子找到了 嫌疑人 抓住了 现场只有我一个女同志 我一边承担起了带娃的任务 一边引导公安机关继续侦查 第一天下午4点到达四阳 第二天下午4点出发返回 24个小时 我们完成了被拐婴儿的找回 涉案人员的抓获 银行流水的调取 电子证据的固定 晚上6点半 我们抵达连云港 福利院的同志和我们一同前往人民医院 为孩子做了全方位的体检 我们也为孩子找到了亲生父亲 至此解救工作告一段落 经调查 卖掉孩子后 樊晓丽立即给自己买了一部价值8000元的手机 5000多元的衣服 在短短10天内就将5万元挥霍一空 2022年7月25日 海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拐卖儿童罪 贩卖毒品罪 对樊晓丽提起公诉 犯罪实施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拐卖儿童罪 贩卖毒品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犯恕罪 且在判决宣告前 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 根据驻华人民国国刑法 第69条第一款 第70条的规定 应当恕罪并罚 在专案组讨论会议中 我提出 以运待罚情况 时有发生 子宫绝不能成为 违法犯罪的防护盾 孩子绝不能成为 躲避刑罚的保护伞 通过对监外执行案件的普查 我们梳理出两条 疑似出售亲生子女的线索 并移交公安机关侦查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 民族的未来 任何人都不能以出售孩子 获取利益 作为一名检察官 我愿意成为孩子 合法权益的守护者 作为一名母亲 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孩子 都能在妈妈的怀抱里 健康成长